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跟自由时报的头条一样都是 蔡英文总统首度续查花莲加山空军基地 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 日本福岛核灾事件发生之后 我国随即就公布禁止五个核灾线的食品进口 而石药署长江玉美透露 除了福岛之外 只要确认食品安全 有逐步开放的可能 了解完了三大报的头条之后 要再来关心的是 有很多偏乡学校提供的营养午餐 可能是学生一天当中最期待的 但是台北市营养午餐却被认为是最浪费的 因为一年剩下2000吨的厨余 等于是将近有19亿元都被倒掉了 国中小学生上学 最多人选择的就是吃学校提供的营养午餐 基本四菜一汤 其实也不是每样菜色都合学生口味 很多人都不会拿青菜 薯饼跟烫青菜 还有那个鸡腿 有不喜欢吃的菜色吗 没有 没有 其实都还好 纤维质最丰富的青菜类 结果比较不受小朋友青睐 台北市餐盒食品工会就统计 若以一餐55元来计算 一年约有2040吨的厨余 总计约18亿多的食物被浪费掉 不过也有国小校长认为 营养午餐现在多半是以中央厨房为供应核心 每天理养师也会检讨剩余菜色 他们出来的青菜是热的 也不会黄 所以小朋友接受度都还不错 我们老师会想办法把这些菜 分到小朋友的餐盘上面 就会习惯去吃 台北市营养午餐一餐约50到55元 比起偏乡学校一餐25元 预算多出一倍 但有学生嫌菜色不好 就会改定校外便当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 目前最多的反应是营养午餐吃不饱 至于剩下的厨余和学生偏食 以及烹调手法都有关系 教育局说 营养午餐问卷调查 国小满意度有七成 国中约六成 也会定期开会检讨厂商菜色变化 三周才会吃到重复的菜色 记者小陈伯玉台北报道